市長,要來沒關係 等市長來 繼續開會 請李喬魯一眼執行 執行時間45分鐘 謝謝主席 陳市長 今天列席的市政府的行政團隊 然後黃拼席的電視小姐先生 以及電視機收音機前的高雄市民 還有今天非常辛苦 本席邀請列席的高雄市最高學府的高中 國中國小的15位校長列持議事廳 因為李喬魯有需要各位校長協助我的質詢 所以呢 我今天的質詢議題大概有五個大綱 那第一個大綱 我會請我們的副市長來答覆 其他的四個大綱 我會在質詢的最後請市長一定答覆 那首先 我要跟大家講 也跟我們的高雄市民分享 我們從小時候開始 我們都很愛這個國家 我們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在台灣 它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島 我們也有稱讚他 叫做Fumosa美麗之島 那這個國家是非常自由的 所有的數個都很豐富 大家都很快樂 所以呢 在這個當中 從小本席呢 也是被教育者一定要唱國歌 那我就唱國歌 孩子嘛很單純 我們就是唱國歌 愛國啊 對吧 所以今天 我為什麼邀請我們的最高學部 率領著國高中的這個校長一起練習 今天可以練習意思聽的是 被列定最優秀的學校 各位校長 那我想請問各位校長 你們學校在辦校庆 運動會的時候 還有在你們的行程論壤裡面 排唱國歌 升國旗是要啦 國旗是我們的代表性一定要升 還有在唱國歌的請舉手 全部嘛 好 你請放下 那 接下來 校長你們手上都有拿著我的這個 國歌的歌詞 因為我怕致意透過這樣子講 會誤解意思 那我想請問各位校長 你們知道國歌背景的請舉手 舉手我就要答覆了喔 所以不要隨便舉手喔 你不講我就幫你講喔 OK 好 那麼我再請問校長 你們手上拿的國歌歌詞裡面 前面有兩個字 他叫做三民主義無黨所忠 這個黨是指什麼黨知道的人請舉手 不知道最好啦 國民黨 仔細你說國民黨嗎 好 那我接下來呢 我想要把PowerPoint放出來 告訴各位 國歌的歌詞 這個國歌啊 我是根據呢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裡面了解的 中華民國的國歌是在1912年 建國的時候有四個版本 他國歌的歌詞呢 是國務孫中山先生做詞的 他也叫做三民主義歌 那個時候又叫做什麼 黃埔軍校訓詞 就是當年頒任總理的孫中山先生 在1924年6月16日 舉行陸軍官校 陸軍軍官官校 就是黃埔軍校 開學典禮的時候 孫中山先生在這個學校 向詞聲發表的訓詞 就是今晚我們唱的國歌 1928年底 國民革命軍北達統一全國的 中國國民黨 將孫中山總理先生的訓詞 定為國民黨黨歌哦 好 聽清楚哦 國民政府就在1930年 決議先以中國國民黨黨歌 代用為國歌哦 高雄市民各位 小長 代用為國歌哦 就是酒啊 不是酒是不是哦 所以 從1937年 正式定為國歌 一直唱到今天 我 開始從政之後 才了解國歌意義 我以前都不知道在唱什麼歌 原來 我們唱的國歌 是公國國民黨的黨歌 但是各位 我懷疑哦 我懷疑這個歌詞哦 這個三民主義 當時的國務先生 有四個版本 我懷疑 三民主義無黨所忠 這個黨啊 應該是當 當王的當 無當所忠嘛 我們應當要照這個宗旨嘛 三民主義嘛 我懷疑國民黨當時哦 自己 倒為私底 修正為他這個黨 因為那時候他是同 他是這個執政的嘛 所以 我在這裡 跟校長說 也要跟所有高雄市民講 我在談這個問題 我為什麼談 它不是政治問題 它是一個教育的問題 孩子不要說 反正你就出國歌嘛 你大行你就知道啊 我們怎麼可以 這個時代 怎麼可以讓你們出國大才知道 你要讓他知道 你出國歌是什麼歌 那是什麼意思 你怎麼搞什麼也不知道啊 不相信媒體小學先生 你會後你去訪問學校 你去問那些學生 你知道你唱的國歌是什麼歌嗎 是什麼意思嗎 你問他那個黨是什麼黨 有的還不知道啦 齁都不知道 那這個國家的國歌 是個那麼嚴肅 那麼的重要 怎麼可以不知道 怎麼可以讓 這個國家的黨國不分呢 比如說今天我討厭講的市場 我很貪人講 我也告訴我今天 我是小英總統啦 我民進黨提名 我民進黨執政的 你放的國歌是無黨所忠 這個黨是講國民黨 我怎麼唱得下去 所以民運動的東進 出事的時候 沒有出國歌是理所當然的 為什麼 黨格不分 好我跟大家講 我也再次告訴陳市長 因為有可能 我們的市長未來有可能是行政院長 誰知道 是不是 當然 對啦市長你很謙虛啦 你是要 你是要把高雄市政做得很好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國歌是什麼 國歌是應該無分政黨 國歌是要包含到現在 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有住在台灣的各個族群 各個文化 各個離世背景 沒有政黨自演在裡面的 這個大家可以唱的國歌 我發現這個國歌這麼說台灣好 不然我唱一個台灣好 給你聽 台灣好 台灣真是個美麗島 這沒筆這比較好聽 沒人打不打 行政團長不覺得 你喬如唱歌還不錯嗎 雖然還沒有定為國歌 好不好 我會經過全台灣人民的 各位社長 我今天 在這裡很感謝你們是練習 那我也希望透過你們是 全高雄市最優秀的學校 在這裡了解 了解這個國歌 你們在做浪浪這個時候 你們就要去思考 這個是什麼樣的一個智力 那我也更希望 我們要有一個真正屬於 中華民國 台灣人躲在這裡的 我沒躲 沒分東北 沒分中北 大家都在爽爽狼口 而且我保證 國歌修正之後 中華民國台灣會越來越旺 請叫使者來 你的看法 來答我一下 來 謝謝理議員 優美的歌聲 有關於理議員所提的這個 這個國歌的問題 確實在台灣目前 其實是一個困擾 我們一方面看到我們的退降 不願意唱國歌 那一方面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其實又 不是很能夠解釋清楚 這個國歌的歌詞 當然每個國家 他在建國 當時的時空背景 跟後來的發展當然是不一樣 但是我想今天這個國歌的問題 他除了無黨所蹤 這四個字的爭議之外 事實上我所了解 教育部現在的解釋 是無黨所蹤的黨制 他已經不把它解釋成政黨 而是解釋成大家同一批的人 不過當時的時空背景 對當時的時空背景 確實是從總理訓詞 變成黨歌 而黨歌變成國歌 我想他的問題 最根本的問題是 他是黨歌變成國歌 事實上造成大家的困擾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在現在的台灣 我覺得台灣應該有這個智慧 跟這個包容度 來逐漸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我依然覺得 大家應該要自力來唱國歌 而且應該要愛唱國歌 是好謝謝指責副市長 那所以在這裡 我必須要求 我們當今過半數的立法院 能夠用一個嚴肅的憲法 去制定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歌 真的是屬於全台灣人民 全台灣人民可以大家都高唱 不用再解釋那麼多 不用再質疑那麼多的一個國歌 用一個高格調的國家制度 制定的國歌 因為我們現在的國歌是代用 哎呦拜託 人家的財產就害人了 不用一直把我們占掉 好這個議題呢 我們就講到這裡 謝謝十五位校長 謝謝你們的出席 讓我們知道高雄市現在 目前你們的活動的狀態 這樣子齁 那之後呢 呃我什麼都不用說 校長你們自己看著辦 啊你們就可以聯席了 謝謝你們 哦辛苦了 好 好 接下來齁我的議題呢 呃 這個我講完之後請市長 同意大報 呃我們知道齁 我們這個台灣齁 如果在拚觀光很奇怪 都很愛去日本 也很愛去這個中國大陸 啊根據調查齁 去日本的最多啦 啊那個 第二的國家就是中國大陸 但是在日本齁 現在齁 費費揚揚你知道嗎 我的 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呢 都有line 我們英文也都在照討論這個問題齁 網路很多人都 都會不會說 會不會放不放不放不舒適的 要言 那網路知道最好消傳的 那網路都一直瘋傳 然後立法院不是事實的 也没有做一个头上 很清楚的透过宣传系统 去做一些更开放的一个说明 都这样读到啥的媒体报纸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做的是什么 除了说明清楚之外 还要一个动作 因为我认为 我怀疑有不孝的人 要透过这个议题 动摇国家 要动用台湾社会 人民的内心的安定 他有混扰的台湾人民 居住在这安定的这个心情 所以我认为 如果网络他所谣传的不是事实 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动乱罪 在刑法上有这一条罪 那么我们的中央政府 就要透过这个网络警察 你就要找完头 什么人在办法 什么人在博物资料 这个是要做的 你要负这个责任 那如果不清楚的 那么就是说清楚一点 所以本市现在我要用高高一格的方式来提问 我们市长 在全台的人民 人心惶惶啊 有人都爱吃日本经历食品嘛 这属性啦 他现在资讯不完整 外面的布施的耳语又多 我关心高雄市民 我也不容许市民吃到不健康的日本的进口食品 还是中央政府立愿 射打的没得清澈 高雄市一位就在这里 我们来说清楚来保证市民的健康 所以我要请教的是 到底我们辅导产品 台中市一位 也恰恰的一直说 网络说 说有 有可能是招数 有可能标签不实的 然后台中的市政府的卫生局就说明说没有啊 我们稽查的是 有的是偷改标签的 这也有这种现实 那台湾食品的负责标准 有没有比国际标准严格 在世界各国里面比较是怎样 那日本政府不能上架的食品 台湾也不能上架 所以这个特别 这个台湾特别针对这个日本苏台这个食品的定定 跟日本的标准 是不是有比世界其他各家过严格 那当然日本他不能主持的这个産品 日本人不吃的 我们台湾人当然也不能吃 所以不上枝 台湾也绝对没进口 跟美国的这个位阶是一致的 那现在呢 其他的国家呢 都在规定是怎样要求 他们规定他们进口的本食品是怎样的规定 如果日本进口食品来台湾架标准 要怎样日本的扁准的宽控 高雄海关这个海空进口很多 是不是可以 市长我们来争取 中央应该要设置一个最安检的这个设备 然后更多的人力来保护人民市民的实的安全 争取这个专业的检责单位 来设置架标准 我们自己专业政府来做检查 而且可以提到检查实品安全的这个时效 也能做为快速通关 而且更直接把关的目的做到最严谨 所以我建议高雄啊 我们高雄是应该设置人力设备 做严格保关高雄市民的市民的实安安全 将我们的实安小组提升位阶 可以到成为实安的管理中心 我也更要求高雄市未来 你们要做这个查查进口 其实喔市长 不是只有日本啦 你们国家都同样啦 我们都要检查啦 日本肤色是不能进来啦 我们检查它的东西有含肤色没有啦 再来其他国家的东西的实安健康是不是有安全啦 它的标志有没有明确的产地啊 它有数字没有啊 有个人照射头上检查没有啊 还要求检查它的安全的肤色量啊 所以用这样的选择 我们国家政务来 相当版面的稼查 那么 中央把钱拿出来 请中央把钱交给我们地方政府 我们自己直接打官 而且 会时效上会比较快 让市民也更安心就对啦 所以呢 针对刚刚这个实安的问题呢 因为最近嘛 我们都收到了很多这个 不实的这个网路的 就像我手上拿的资料 市长你看 我们还要做文宣去说明 你看他网路写的不是市值 连修网内容都不一样的 他也假借你的头衔来 都说喔我们 我们现在进口了 怎样怎样 都根本都还没有 他就把你套在这里 然后网路你知道很可怕 一传再传再传 那你现在怎样关税 所以我建议说 市长把中央提起来 我们给你高雄市设计官 我们给你随时抵达 我们的人 选到随时抵达 你后打官 当然我相信 市长的态度一定是坚决的 我们当然 你本来没要吃 我们没要吃 日本没要 那个有辅导的 我们不能让你来 让我们的市民来吃 所以 稍等一个 这个议队呢 好像市长跟他做会 来回应 我认为 我们的政府应该要 中央政府要严苛一点 如果真的 有不孝的人 打算动乱国家的社会秩序 利用网路不识谣传 让民心动荡不安 他就是涉及了我们的 宪法刑罢罪里面的动乱罪 我觉得这个动作应该要去做 不然你只用这样的设计 是不够了 接下来呢 我要为高雄市的联合医院高雄市民呢 来请命 希望市长可以给我们高雄市民 有一个有靠山 有背景的一个势力的公立医院 那这个议题呢 我都是依据人民的成型 还有我本身亲自 我也会在联谊去就诊 那就诊当中 民意代表很自然会看环境 我有发现 联谊已经30年了 30年了 30年老旧 现在高雄市的私立的大型医院 有够多啦 有够多就跟有宅团做后盾 他的设备非常的好 环境也很好 可是我们联谊呢 30年还是这个样子 他旁边有一个土地 有2420坪 现在在当停车场 他L型的 市长有看到这个图 L型的 搭围着联合医院 这个就是联合医院 这个是L型 在美术馆的周遭 现在人口就增加了很多 那这个土地呢 作为停车场 我觉得非常可惜 他应该地下化 然后又不会晒太阳 停车 我们南台湾太阳这么大 把这个土地交给联一 我们是这种共同 一起来这个规划 把它规划成一个非常有绿化 有花园性的 当然 也有把所有 其他的面积 可以合并就有面积 把它扩大 这样我感觉 对高雄市 尤其是我们高山区的市民 周遭左营 还有这个三民区 有些市民认为联一比较近 我不要周遭劳动 这样走到这里 让你看 因为我这里联的环境不错 而且他的设备 还有这个设备 还有这个补助款 我跟市长讲 你看这个 这个补助款 我有举这个例子 新北市的联合医院 他院区只有一个 观念医生补助给他 他一亿3319万 才280床 台北市联合医院 有9个院区 他补助公益算 33亿4244万 床呢 病床有2382床 高雄市立联合医院 有4个院区 我们公益算 才补助3亿6千 750万 分配出去 加公共预算 过后015床 但是我们病床多少 1042床 市长 我们跟台北只差一倍 我们才3亿多 他33亿 所以在这里 我要为我们的 这个古山居民 高雄市民 向市长请念 希望市长能够 在这个 公共预算的补助里面 给我们的 市立人和医院 多一种补助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 我们的医生 很容易外流 留不住 人才的医生 而且我们的 门诊科系 更少之又少 所以我觉得 非常可惜 现在联谊已经进步很多 但是我觉得 应该更好 所以呢 在这里 我要再提供一个 讯息建议 给我们市长 看一下 市长 这个 这个院设 他里面的 这个医疗器材 我认为应该要升级了 你看 我看看这个表格 我们这个 这个CT叫做 电脑断层的小名气 这个联合医院的本院呢 他是现在呢 做电脑断层是64区 他是干嘛 他64区会出到什么麻烦 如果我们的医疗器材 心中 没什么都好 过月后 没什么都检查 那你看 我们大同医院 已经委外给高医 他也是区医院 他现在用640区 640区是 那让我们市民就不再那么样的痛苦 在煎饶在这个检查的过程里面 软中和呢 他也是医院 他现在升级到 Z1保时750了 高医医学中心 那个卫生局长 你说明一下 你念一下 这里面专用的 你念这是什么 高医的这个CT的这个名词 谢谢主席 那叫做双光源的 双辐射源的一个叫Dual Resources 这是什么样的程式 它是一个电脑断层的一个 一个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速度极高吗 对 比较 极高嘛 好 你请坐 其实我想跟你说 特别啦 因为这医学中心 他本来就 这个都有后面 材料很多的支撑 你看龙总 高龙 他也用基于的保时缺了 他们当然还有保存这些 因为他们病患多 有时候要满足 做不来的话 这是龙总 他医学中心 他所具备的东西 所以市長你看 我们市长连语 这样有够漏气 我们64缺 640缺 市长我不敢说这 我不敢说这 保时照 我都没说 拜托 特别的青医院大同 没办法 多少640千 我认为 我们的公务医生应该是可以的 市长应该可以来当我们高雄市民 尤其三民左营 五三 现在人口居住在这个 这个 奥子里这里 美术馆这里 现在未来的高雄市的当场就在这边 就在联谊这边 所以为了人口 现在成长很大 我认为 联谊的这个器材设备要升级了 那至于这个其他的辞政造影呢 我想会后呢 市长关心这个 乔鲁所提出来这个请命的议题吗 那就 市长就要 就叫这个卫生局这相关的单位联谊呢 做一个更详细的报告 这是本席啊 在这段时间 我去参观了很多家的医院 也看了一下联谊 因为偶尔我们都会感冒 那我也会去 那我也发现 医生都很认真 但是我发现 他的门诊科太少 那医生呢 有的还不错的 也留不住 也不想来 那我觉得对高雄市民来讲 市立联合医院 是我们高雄市民的后盾 健康保护支撑的后盾 那我希望联谊最起码的 基本的医疗器材的升级 这个也要做到 有一定的基本水准 那至于那土地的病用 我尊重市长 在整个市政上 你们去考量 那我觉得那笔土地好可惜 摆着做地上停车掌 呃太浪费了 停车掌可以放到地下室 那2400多瓶 如果跟联谊规划取来 我就破记录 这个重来 这个可以绿化的 我们可以用做 做一些花啊草啊 在周边啊 然后有的面积 跟现在的旧的联谊 合并起来扩建 让我们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环境空间呢 会更宽敞 让我们的这个 企林医疗失业 去的时钟 它不会有压迫 一进到联谊 就摆着好一瓶 所以这是心理疗瓦 你怎么知道 那不必 感到环境后 北人主人 他的心情好 他的摆着好一瓶 好 再接下来 第三个议题 这个第三个议题 大概就是 本席在今年的八月 我也是收到市民的 这个很多的反应 都是来自于大楼的 这个管理委员会 祝福 都曾经都说 高雄市的民间业者 都在联合喊账 说他们的大楼的垃圾 每一栋要涨到750 最讨厌最可恶的就是这些民间垃圾的轻运的公司 他们呢 居然就把所有的责任就丢给了我们市众 你说啊你们的市政务力的 本帝国你们自己要去的 所以我们堆在去 也没有讲清楚 所以四方八达的压力来自我们的服务处 那么我再提出这个 就要让市长更了解这个人民 对这个垃圾涨价的反应 这个就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垃圾会大增的时候 过程里面 我召集了 在市议会召集了 环保局 还有这个民间的业者 还有各大楼的管委会 都来到这个市议会 来做一个协调 来讨论来谈 他们原则上就讲到说 钢山人武战 那南区因为救了嘛 他一去救了18年 18年了 所以他在这个操作上 大概人间也不是那么顺利 所以没有办法满足高雄市的业者 来处理垃圾 就请他们到钢山人武 钢山人武一收到就马上化气 所以其实我他们就说 我表达我的这个 这个化化 只说钢山人武这个厂 我坦白讲时间到了 大概在三年 他们的合约就到了 其中的 这种的委外 我觉得还是收回来 收回来 让我们政府自己 不要再 这个 公办民营了 我们就像东区 南区一样 公办公营 不然 这个民间的 这个 公办 民营 我们也很难掌控他这个一类的账架 后来呢 跟市长报告 经过这样的协调之后 我们才发现 本市才发现 原来 原来民间业者 他代收 轻运垃圾 我们政府没有准许他去收 家户垃圾 因为家户垃圾是我们的清洁队 是政府直接服务老百姓的 所以呢 那大楼因为 融市众多 一栋就百区 所以他也没办法说 百区的要担分手 那他们就 请了这个民间的业者来委托败运 那结果民间委托败运里面 我们没有容许他收家户垃圾 自然的 他是四月费器物 所以他就是用四月费器物 跟我们高雄市的各大楼呢 收计算 四月费器物的费用 我怎么就差这个了 四月费器物跟家户垃圾 是有所别的 那所以在这次的这个十月份 是 是政府环保局这个做备查案来议会的时候 我要求我们的蔡局长 应该急速的修正 把大楼的垃圾负 改为一般的废弃物 应该定定管理办法 让这个民间业者不要有机所成 不要让他们所有的一些工作 都丢给市政府 说是习近乌 那如果我们订定了这个管理办法 那必然的高雄市的各大楼的管理这个委员会呢 他们跟业者签约的时候 一定是要依据政府订定的管理办法的费用标准 来寄收至于其他的服务会 那是他们自己直接民间的 还有我也不会让民间业者来做这样的一个借口 所以呢那环保局也很积极 市长我坦白讲蔡局长很认真也很积极 他积极在做这样的一个草案 但不知道他的草案目前进度是不是有跟市长报告 是不是有让市长知道说这个状况到底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会落实 什么时候要实施 也可以让我们高雄市民的市民知道 市长在这个部分 体恤名义 深入名义 了解名义 也让市民知道国庸市政府是非常有效率的 只要我们马上议会欢迎出来 我们的动作就很快 在这个时间来 稍等一下就请我们的市长 就一并的做答复 接下来呢 我今天当然很在意的是我们高雄市民 他的这个身体的健康 那他的民生 他的饮食的安全 还有空气 因为空气是我们人唯一健康的第一个 把关 如果空气不好 我相信大家身体都没用 因为我们的市场没用 身体就没用 基灵就没用 所以现在尤其是秋冬都到了 那么东北季风呢 都将所有的台湾的中北部的 他的张工具都往我们高雄来吹 所以我们国有比全台最张的空气的堆滞场 整个天空灰蒙蒙的 PM2.5的悬浮粒子 浓度超标 我从来没有看过连高雄市地标85大楼都消失不见了 今年消失不见了 所以 尤其呢 在这样的空气污染过程里面 我们的学生孩子在上课的时候 那有够可怜呢 他们在学校 比如说你在升国旗啊 升国旗呢 还要升空母旗 他就升空母旗的冲胀 就是告诉全校的师生说 今天空气很不好 特别是PM2.5 会进入人体 会造成心血管疾病 不适合户外的活动 或者肺会变成体内的空气清新机 很可怕 我感觉到我们的孩子很不敢的 这样的 特别是升国旗以外 还要升空母旗 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 我非常在意 我想市长也应该也非常的在意这个空气的品质问题 这个空污是很严重的 这个让我们人空气 我们如果呼吸困难 有时候都会穿着出来的不知道 那这个空污当然它也有原因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这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高雄的问题 有一次外部的 它有地表污染 它也有外部的污染 所谓外部的污染 它就是像中国大陆的埋害 台湾甚至受伤害 所以每次东北季风来黑鲁鲁一点 全部都是中国大陆埋害 所以我们今天到底 我们讨论这个空污 我们高雄市可以为我们的市民 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大概我也说明一下 空污有三种 这三种当然有固定的 还有移动的 还有漂流的 当然固定的污染是来自工厂的排放 很多的石化业 这些我会要求环保局呢 持续的严格的去把关 去抓去监督 他们这些的微粒流化物 淡化物的排放量 有逐年减少吗 到底有进步吗 当然本性希望 未来我们高雄市 我们本地感觉的污染 一定要降到零 那移动污染是什么呢 市长有看到我们做的一些头颁 这我们高雄市的上下班 车都脱下了 汽车 汽车 那移动污染就是说 汽车 汽车通过 这个是调资料的 我们高雄市 有两百三十万辆的机车 两百三十万辆市长 我们高雄市民 两百七十七万人 靠到老了 这样几乎每个人都一车汽车 这高雄市的地方有没有这么奇怪 然后我们的工业大型车辆来来起去 塞黑烟的 黑烟的大炒车 轮中污车车都走来走去 还有我知道环保局 你们市政委有在做什么老旧 二行程机车要淘汰 我也不知道进度是怎样 待会在市长再做会来率量 是不是市长人 政府来鼓励它 电动汽车 电动机车 当然这样 刚开始我们的交通局 也有做了这样的办法 没有错 有鼓励 环保局也在做这些鼓励 这鼓励的时候 但是反应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保重有点太少 人家八十万辆 一只乌兜班要五六万 你如果保重那些万块 坦白讲 不过责 那个诱因也不足 所以这一点 也是我们可以改善的这个部分 改善我们空的部分 另外呢 刚刚市长也有提到 在达呼其他议员的时候 有谈到这个捷运 没有错 这个捷运呢 是可以改善高雄市的空气 只要我们高雄市民 如果在搭乘捷运这个部分 如果能够大量的搭乘 降低机车汽车的行驶 让我们的轻轨 同时 这个也是登拜 一起扮演这个功能 然后呢 风车来扑吉巴 让他们无缝接轨 这样我们高雄市民 高雄人很爱自由 你知道吗 他如果说 比现在我们的捷运的红取两线 实质的 我坐到那边 我还用坐进入车 还要用这样搭车 还要再去接 他根本不可能 我这样我整个骑我 我骑我 我骑我 这样我就没办法 没方便 所以表示 高雄市在捷运这一块 是不足的 那相当大量的不足 我刚刚很认真在听 市长来打寻其他议员的时候 台北十八条 高雄两条 不然这什么情况啊 现在民进党中央执政了 我们小英总统 你也说翻转正义 就还我们高雄市民一个公报吧 台北市是怎么 台北是十八条 我高雄市的土地又更大 我两条而已 我怎么做也输人 所以我也希望在这里建议 市长可以向中央政府 也像我们的小英总统 爱高雄 请在行动上落实 我们可以再进出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我不敢再拖到太多了 要拖到太多了 我还要拖到两三条 来把我们这个原来的红橘线的 做一个衔接的这个接轨的部分呢 做好规划 我相信哦 一定会减少 开车 开车 开车的这个 这个四用价 这样直接的 它就会改善了我们高雄的空气 这个就是移动污染 这个叫做地表污染 这个地表污染 移动污染 是占了高雄市 非常严重的 我现在 不记得戴口罩 没有要戴口罩 我现在都戴那个 现在东北地方 戴那个PM2.5的 那个压队 现在外出 运动 连狗子看着我就嚇到 你再多通过就好 但是没有戴那个 我们的绿色的 是医疗的 市长 那个我们一般在外面买的绿色的 它是没有功能的 它是防细菌的 它没有办法防PM2.5的微服力质 只有我刚刚讲的 我也特别是 请人家从这个进口商 进口出来 PM2.5后进 一个要三四十块 但是没有办法 当东北京屋来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很难呼吸 带的那个是 确实是有帮助有效 所以在这个 结论这个部分呢 也特别在这里 希望市议会能够跟市长 一起来向我们中央政务 争取 最重要的就是说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高雄市 有一个还有一个优点 当然我们控制务量 这个缺点我会讲 它优点也要讲 那我们的公园绿地 我们市政府的公务团的 聚人会给我们高雄市 发起到全台湾六都 我们高雄市享有绿地 六都第一名的 市长当然这是你的领导能力 的这个证件上 让公务团队推动你的理想跟实现 三个步 五个步 都不公文 还有市长 你在一零零年 启动的那个百万直筑计划 现在六十张的这个乔木 也改变了我们的 很多的这个环境 其实坦白说我台北的朋友 都说 哎 郭兄现在很漂亮 当然这个呢 是市长 跟这个公务局局长 所领导的公务部门的这个贡献 为高雄市民做的 所以呢 好的 我也要鼓励 所以我邀请在电视机旁边的市民 还有旁边的 还有我们行政团队 给我们市长 给我们公务的赵建桥局长 掌声鼓励他们 哦 没错 表演了就好 我们在这个立地公园里面 可以比人家小的敬畏 做得比人家 其他五都还好 这个非常的好 也是让公务团队 继续努力了 那所以最后呢 以上中上 我刚刚所提的这个事与议题呢 不管是食安也好 这个热社会的民生的 这个负担也好 好的环境的品质也好 或者据运的未来 这个我们政府到底他现在的 动向是怎样 市政府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不是 请市长一一的做一个说明跟答复 来 市长请答复 谢谢副议长 谢谢李乔主李一言 那有关于食品安全的事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严谨的一个 到底有关于辐射食品 要不要输进台湾 或者在全世界各地的流通 那我在这里再一次的重申 那我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我们都有责任保障人民食品安全 这是政府的正硬 我感觉日本辅导的食品 现在不管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都是严谨禁止 跟很多国家都相同 但是我们这次争议就是说 吉他辉辅党地区 临近的这几个地方 几个县 GWTO的精神 我们到底要不要让它进来 但是现在中央会在召开公听会 让专家学者民间团体 市民等等的意见 透过网络直播充分来表达 充分给大家 中央大家的意见 这个部分 中央政府对这个部分有四大环节 就是说这个环节很清楚 从辅导的食品 这个绝对是禁止 第二就是说 我们管仙琴玛丽木砍成千叶 从临近这几个地方 到底它的食品有没有受到污染 这个要有科学的证据 这个部分 如果日本不可以吃 美国不可以进口 台湾当然是不可以进口 也是绝对不可以让市民来吃 在这个吉他会辅导的四个县市 它的水 婴儿奶粉 和它压生的所有的水产品 这个部分都是禁止 都是不可以 就是说你其他整个农作物 是不是有辐射 我说过这有科学的证据 这个一定要有官方产地的证明 要过来有辐射检测的证明 这个证明 刚才里面说过的 这样是不是 我们人力也不足 我们高雄市也有食安小组 我们有安全的这个小组 未来是不是我们能够提升 作为一个食品食安的管理中心 这个我也会跟中央农委会 包括我们的卫生局 我们一起来研商 为了如 如果能够让食品更安全 让人民没有恐惧 必须提升这个部分 我们都赞成 我也觉得中央应该在这个部分 更严格的把关 让人民没有恐惧 这个部分 我们觉得这个都应该要做 那中央的部分有一个第四点 美国、日本不可以就职的食品 台湾当然是禁止了 美国、日本 他都不可以就职的食品 台湾可以让他进口 我想政府不会做这样的事 保障食品的健康安全 人民没有恐惧 是我们责物旁贷的责任 我会认为我们在这个部分 也跟李远有很多好的意见 未来就干净 而且有时候要进口 这就是我们中央的这个部分要检验 那在高雄市的部分 我们如果有人力不足等等 我们都愿意增加 但是现在到底福岛这个线以外 日本的若干的县市 到底要不要进口 那这个我们会根据科学的证据 国际的标准 欧盟的标准 这个都是透明公开 所以请大家 透过这个公厅会 透明公开 我们才会有最后的结论 但是高雄市政府的立场 非常清楚 任何有辐射实力 辅导这个部分 我们绝对反对 这个是第一个的说明 那另外我想我们李远非常关心 大家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过 就是我们的公産文化楼 这个部分 我们的还贷处理费用 这个部分 我简单的率领 那我们也有 大家也有协商 就是公産一百 凶五年八月抽一 跟任务九月抽一 平均 平均调整是 每公顿是五百块 我是感觉 这个是民营 有契约的关系 契约在到时候到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部分 我们会进一步要来检讨 至于家户垃圾的部分 家户垃圾 因为受到民营业者 收费的影响 第一 106年我们的市政会议 上个礼拜 已经通过 会在106年的1月1日开始实施 就是事业会器物 市政府每公顿是调价为 两千零五十页 调价 不会来影响我们市民的权利 来保护市民的权利 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上个礼拜 市政会议 会从1月1日就开始来实施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将来这个部分的调价 所以从整个这个部分的调价 在1月1日开始 那一定会来保障市民的权利 那至于刚刚李一元非常关心空气品质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一样高雄市 我想上一次19号 院长有到大林埔 大林埔 大林埔 旁边都有国营事业 那我们在大林埔有若干的区 那我想我们那个地方空包括 空气的品质都不够好 那当然千川也是一个选项 不过重点是说 在千川的议题 还没有落实之前 大林埔也好 林埔也好 包括刚才我们 我们跟李一元说起来 我们要有很多地方 空气平静 旁边 環境不好 这个我都会觉得 我们在我们的环保标准上 我们高雄市政府会跟 所有民间团体一起努力 来维护我们高雄干净的天空 那保持我们高雄市应有的空气的品质 当然高雄PM2.5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包括有些从中部地方来 有些从中国大陆等等都有 但是我们这个部分怎么样子 保护市民空气应有的品质的健康 绝对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 当然联合医院这个部分 我刚有看到那个李一元提到 那我们有若干的医院 他的一个很多的医器 都已经健身到一个非常进步的阶段 那如果我们高雄市立医院 如果有不足的部分 我会支持我们的卫生局 我会觉得说今天 对于市民健康的维护 工部门绝对不能说 应有能够做的 包括输给给民间的输入 定定我感觉 市政府就要检查 所以说刚才我们李一元提到 联合医院的部分 有老旧的部分 有应该改善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我希望我们的卫生局 我们一起努力 在这个部分 那个地点是非常好 维护市民的健康 来提升 包括它的硬体 软体 空间的规划等等 让这个医院更有活力 能够照顾更多的市民 我会努力来做 谢谢 好 执行完毕 休息十分钟